大家好,欢迎回来生生看房 我们今天来继续聊楼花 上一次的视频跟大家聊了 怎么样去选择好的楼花项目 比如说从它的建筑团队 以及它的定价是否合理 各个方面去考量 如果不熟悉小伙伴 欢迎大家翻我之前那一集 那一集出来之后 很多小伙伴都很感兴趣 提出了很多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究竟楼花烂尾为什么会发生 它是怎么发生的 包括一些常见的 这个叫什么 常见的一些不太准确的信息 在这里也会一并跟大家聊 另外也允许我打个小广告 在这里欢迎地产经济加入我的团队 在我团队里不光可以跟大家分享 很多非常有用的实际的地产知识 以及一些技巧 我们也会分享很多 如何去做social media 我们知道在社交媒体上 现在去发一些地产相关的资讯 已经是不能说潮流了 已经是一个必须的技能了 很多小伙伴其实并不知道怎么去做 比如说小红书的现流 YouTube的这种水土不服等等一系列 加入我的团队 我们每周都会分享很多很有用的技巧 知识 可以帮助大家如虎添翼 可以敬上天花 又或者是可以让大家很快的 找到自己在市场中的一个定位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话题 那么在买房地产楼花的时候 我们最忌讳听到的一个词呢 就是烂尾 那其实烂尾 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概括的一个词汇 来形容没有盖好的楼花 没有盖好的这个公寓的这种项目 其实在如果我们细说的话 在南风哥华呢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的出现的是一种 项目没有成型 没有盖好 没有开始盖 就宣布解散宣布取消 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呢 就有点像是烂头的感觉 在还没有开始盖的时候 很多小伙伴买了 投资人买了 买了之后 开发商说我们不盖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把钱还回来 那项目取消 那像这种情况呢 其实你并严格意义上来 你说你并不能管它叫烂尾 烂尾我的理解是盖到一半不盖了 投资人的钱拿不回去 然后开发商又不盖了 那这种时候呢 就是非常尴尬 那我觉得这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究竟哪样的问题会导致了最后一种情况啊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 很有可能 你在考虑如何转卖挣钱 而别人真正盯住的是你的稳金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 好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咱们北美的这种楼花的玩法 跟国内有什么不一样 我呢也是听很多客户在国内跟我讲啊 说什么楼花 你不管你是 我们就举个例子 楼花都是四年以后成交 当然我知道这个时间是不一定的 但是我们就说四年吧 因为我们后边要举例子嘛 就比较方便 而国内呢 我听说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四年以后成交这个楼花 那你从今天开始就要全款把它买下来 那如果你需要贷款的话 那你从今天开始就要贷款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等于你的四年根本就没有住上房子呢 毛都没有呢 就就要开始付这个 付这个首付啊 付利息啊 合不合理呢 我放在一边不想去讲 但是在北美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今天去买一个楼花 那这个楼花四年以后成交 那今天你大概率呢 可能只需要交一个5%或者10%的一个押金 那按照开发商跟政府那边的一个文件的程度 那他会在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 或者一年半 大概这几个时间段里呢 会陆陆续续找你再收5%的一个定金 大概率呢 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呢 会收起15%左右 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来年的年终啊 在这个时候呢 等于你交院这15%之后 后面的这段时间里面 就完全不需要再缴纳任何的费用了 你下一次给钱 开发商告诉你 这个房子四年以后 比如说现在是24年左右啊 比如28年夏天 他说28年夏天盖好 提前三个月你过来验房了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要准备你的首付啊 你的贷款啊 就等等一系列的 也就是说在快成交的时候 你才需要去缴纳全部的费用 包括你的贷款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没有听错 比如我们买一个100万的公寓 今天我签约 大概交个100万 只需要交个5万 过三个月再交5万 再过一年再交5万 大概就是15万左右 最后的85万 你是等到了四年以后才交 对大家没有听错 第二个呢 是这个押金 大家很多时候说了 我这个押金给了开发商 开发商就去用 用完了 到时候说我没钱了 我不盖了 那不是很惨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加拿大 尤其在BC省这边 我们给的那15% 全都进入了第三方的 律师的信托账号里去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句话很长 有些呢 是跟开发商合作的 也就是说 他们代表着开发商 他们代表了卖家的律师行 这个就跟我们自己去选 过户律师一样 你可以选好几个 当然你都得选有一定规模的 比如我们能叫出名 Terra Law 或者是PLR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就是开发商会选择说 你来做我的卖方律师 就做我的过户律师 以后哪个买家过户的时候 等于都是双方律师去沟通 那么我们的钱 是进到了这个卖家的 指定的律师行里 OK 而且还不是存到了 普通的账号 因为普通的账号 这个律师行 是可以自由去支配的 那么是存到了律师的信托账号 这个信托账号是由律师的 叫什么律师的监管机构 去监管每一个信托账号的 这个钱如果想要存进去是容易 但想要拿出来 必须要买卖双方都同意才可以 所以我们的钱 都是进到了这个信托账号 简单来讲 没有人可以动这笔钱的 就包括开发商在内 如果开发商大家可能会问 如果开发商真的想用怎么办 可以的 其实也是 但是他必须要去买一个额外的保险 他买了一个额外保险之后 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钱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没有承诺 没有盖好 那这个保险公司就要负责 理赔我们这些钱 所以说保险公司也不是傻子 他一定要去评判一下 是不是保险公司将来不需要赔这个钱 当然这个说的就是比较具体了 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整个的一个押金 怎么去给等等一系列的 相信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私信 包括我哪里说的不对的 欢迎大家指证 但是毕竟很多流程 每个公司很多项目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只给大家一个比较概括的一个概念 大家说具体的 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么大家会说了啊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烂头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出现 通常来说呢 会在第一个押金给了之后 在第二个押金给之前会出现 跟大家讲一下 咱们这边大概的一个开发流程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跟视频里的大家 大家很有钱 我们在一起搞一个高层项目 OK好 我们在一起找设计师画图 找各个销售部门 我们去统一规划 最后决定了这个项目准备推出 那我们会向政府去递交一个楼书 告诉政府说 我们打算这么去搞这个事情 那政府呢 他会经过层层筛选 很多次reading 到最后他会说了 OK 好 合选商你们要盖这个楼是不是 我给你们批准了 好 他批准的这一天 比如说是2024年的1月1号 大概率呢 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去卖这个楼 OK 到了2025年的1月1号 政府呢会问我们说 你们要不要开始盖 OK 你们要开始盖 来几百万的建筑许可 你们要过来买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政府也会问你 你的钱够不够 那开发商如果自己很有钱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 这开发商很有钱呢 他有钱 那他除了买这个建筑许可之外呢 他也可以跟政府讲 你看我很有钱 我要自己盖 那如果你没有钱 或者你不愿意用自己的钱怎么办 那就要贷款 那银行要批给你贷款 银行是按照什么来批给你贷款呢 这等会我们再说 所以在一年之内 你需要盖这个房子 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你要花几百万去买这个建筑许可 第二呢 你要有足够的资金 去开启第一步的建设 不管你是贷款来的 还是自己的钱 都是要满足的 那在这一年内开发商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预售了 那他可能从2024年 1月1号开始就卖了 说你看我这一栋楼 300户 一房70多万 二房80多万 三房90万 100万等等系列 不管他怎么卖 这一年里面他可以去卖 那大家可能会说了 那卖的好卖的不好 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非常的大 如果资金资金不是很充足的 他会想要尽量的多卖 因为银行跟开发商之间 是有协议的 银行会说 OK你卖掉了70% 我就可以给你提供贷款 所以他在这一个一年里面 他要狂卖 卖掉70% 那么等到政府问他说 你要不要买 你要盖吗 你要花几百万去买建筑许可 你的钱还要够 那那个时候的银行就会给他钱 有的银行会说 我给你50% 你只要卖到50% 我就会给你贷款 所以这个要求也不一样 但是大体上是这个样子了 大家听明白了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框架 所以说当我们买房的时候 比如说1月1号 推出了个真的很好的楼盘 价格也很合理 开发商也不错 用料你感觉都很好 比如他有一百套房 那在这一年里 他很不幸 比如说只卖掉了10套 也就是10% 那他是大概率拿不到贷款的 拿不到贷款 那他就要自己去花钱 买建筑许可 开18D机 做上面的这些 之类的吧 那么很多开发商 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 那么他们可以就直接说 这个项目我们高吹 我们要乱投了 那项目取消 我们把钱还给投资人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早期 如果说开发商卖的非常不理想 他可能卖半年 发现自己就卖了两套 100套只卖了两套 那他可能直接就宣布项目结束了 就直接不盖了 那他可能就把钱还给投资人 投资人可能损失的 就是这几个月的一个 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所以这个情况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真正不好的情况 就是说一年里了 一年到了 开发商花了钱了 开始盖了 盖到一半 发现自己的预算不够 那这种情况 其实就比较难搞了 你像瑞士文现在那个天坑 其实就是属于这个问题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卖的太好了 卖的太好的原因 是因为价格太便宜了 作为的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定价不够合理 你定价不够合理 你是卖了百分之一百 但是最后开发商要赔钱 那谁会赔钱做呢 是吧 所以啊 之前跟大家讲的定价合理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那烂尾呢 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你前面的项目 如果没有来机盖不好 你还可以说 我把这个项目 先宣布不盖 你可以过两年 市场好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卖 又或者说 你干脆把这个项目 卖给别的开发商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可以操作的这么一个流程 但是如果说你的定价本身定的就过低 那最后其实面临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今天可能聊的有点多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得上 我就尽量没有说的太快 希望让大家对 我不敢说北美吧 对温哥华大温地区的一个楼花 能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认识吧 这里面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真的卖楼花 但是他不一定会知道这些事情啊 还有一个小的事情 跟大家讲 进到新托账号 如果项目真的烂头的话 很多时候呢 他还给你钱的时候呢 甚至会给你一部分的利息 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以上呢 就是关于楼花烂尾的一个基本的知识 这些知识其实我们经常会 在团队开会的时候讲 将来呢 也会搞一些线下的活动 跟大家聊这些事情 希望对大家呢 有所帮助 当然了 具体还有很多细节 包括还你本金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利息啊 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那么这些具体的细节呢 以后找视频再跟大家讲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看吧 我以后会再做一期视频吧 跟大家聊 这个楼花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简陋的机会的 我们其实可以从不同的维度 去看这个楼花 当它的定价合理的情况下 保证不烂尾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你发现 它其实比正常的价格要低一些 那这个时候你入手这个楼花 就准备错了 以后的视频里跟大家聊 太多要跟大家分享的了 然后如果想加入团队小伙伴 再说一遍 可以随时欢迎大家找我聊天喝咖啡 那么想要看房买房 或者是马上拿到身份的小伙伴 也不用害羞 找我 我们出来聊一聊 做一做 都是没问题的 交个朋友嘛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第一的声音看访 我们下期节目不久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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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